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發言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四項第二案 《勞動基準法》第二條 第九條 及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於108年4月22日舉行 權力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會議由劉召集委員建國擔任主席 邀請提案委員說明 修法要制 令勞動部部長徐明春等應邀列席飛群 餘化委員於聽取收明機巡答後 選機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緻密討論 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應接後達成公式 將權力審查完聚 原今決議並按寧居審查報告提報 約會討論 本案與院會進行惡讀前 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本案時 由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劉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吳補充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 吳議 本案今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勞動基準法 請宣讀第二條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相 一 勞工只受雇主 雇佣從事工作或職工資者 二 雇主 只雇佣勞工之事業主 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 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三 工資 只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 計日 計月 計件 以現金或實務的方式 及付出獎金 津貼 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 及與均屬之 四 平均工資 指計算事由發生至當日前六個月內 所得工資總額除以 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工作未滿六個月者 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 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工資按工作日數時事或論件計算者 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 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 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60% 五 事業單位 只適用本法各業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六 勞動契約 只約定勞務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七 派遣事業單位 只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八 要派單位 只依據要派契約 只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九 派遣勞工只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 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 只要派契約 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 臨時性 短期性 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 等為定期契約 有繼續性工作因爲不定期契約 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 立定之勞動契約因爲不定期契約 定期契約屆滿後有項列域行之一 視為不定期契約 一 勞工繼續工作而僱主不及 表示反對意思者 二 雖今另定新約 為期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 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 前向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 宣讀完畢 第九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 第二十二條之一 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 經主管新聞處方或依第二十七條規定 限期令其給付而藉其為給付者 派遣勞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 要派單位因資派遣勞工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要派單位依前向規定給付者 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扣抵 要派契約之應付費用 宣讀完畢 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願會有意 唯一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二條本法用詞定義如相 以勞工指受雇主雇用從事工作或職工資者 二雇主指雇用勞工之失業主 失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失業主 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 以現金或十五等方式給付至獎金、津貼 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予均屬之 四、平均工資指計算是由發生至當日前六個月內 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工作未滿六個月則 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 其以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 如少於該期間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 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 五、失業單位 指使用本法各業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六、勞動契約 只約定勞務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七、派遣事業單位 只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八、要派單位 只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九、派遣勞工只受派遣事業單位雇用 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 十、要派契約 只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 就勞動派遣事項所定義之契約 第九條 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 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 有繼續性工作因爲不定期契約 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定定之勞動契約 因爲不定期契約 期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日 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整 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 第二十二條之一 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 經主管基本處房貨依第二十七條規定 限期令期給付而接其為給付者 派遣勞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 要派單位因自派遣勞工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之 要派單位依前項規定給付者 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扣抵要派契約之應付費用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決議勞動基準法增定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 並將第二條及第九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由委員登記發言 首先我們請劉委員建國花園時間兩分鐘 謝謝院長 謝謝各位同仁 自2008年進入海嘯後 不少政府部門及民間企業為了尊解成本大量且長期使用派遣工 剝奪其權力也連帶影響勞資關係薪資結構 即使本席於第二會期及提案勞計劃增定二十二條之一 但因當時院會在處理勞計劃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直至第三會期才將本案排入報告事項 終於在本席擔任第七會期未還委員會招委時才與排審 歷時二十五個月的努力終於完成三讀 立法不是為了鼓勵派遣 而是給予需要保障的人予以保障 勞計劃為勞動法規的根本大法 本次修法樹立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即派遣勞工權力首度納入勞計劃保障 並有兩大重點 第一 明確派遣事業單位 不得與派遣勞工簽訂定期契約 第二 派遣勞工遭基欠工資得向要派單位請求先給付 以保障派遣勞工的工作及工資安全 過去派遣公司如惡意倒閉或刻意基欠工資 派遣勞工往往難以追討遭基欠工資 本次修法條文將有助派遣公司正常化運作 因要派單位不願承擔幾戶公司的風險 就為盛選與財務正常的派遣公司合作 進而消滅體質不良的派遣公司 有助於降低勞動派遣 本次三讀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勞動部長許明春 勞動關係師師長黃厚委員 以及衛環委員會還有中鴻招委員 大家共同努力的支持 今日派遣勞工的保障 我們已經邁出第一步 未來我們將再接再厲 以人為本的信念不變 尊嚴勞動目標不變 預祝各位勞工朋友 五一勞動節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李委員 下一位請中委員孔紹 院長 在座的各位同仁 還有我們勞工朋友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關勞動基準法 相關的派遣的一個 相關的法令的一個修正 能夠在超越的共識之下 能夠盡速的順速的完成修法 這邊也要特別感謝 當初的提案人 包括我們劉建國委員 包括趙天林委員等 大家共同努力的一個結果 本次的修正 其實還有一條非常重要 對於勞動契約的一個定義 明確的將從屬性入法 這是為了要彌補大法官 事件740號的一個解釋 因為他的解釋 並未明定去規範勞動契約 跟勞顧關係的一個界定的標準 那麼本次的修法 就是針對勞動契約 只約定勞固關係 而具有從屬性的契約 那從屬性的契約 對勞工的一個從屬性 能夠重新的一個明定的確定 本次認為向來學者 或者學術界對勞動契約的認定 是採用人格上或者經濟上 或者組織上的一個從屬性的特徵為判斷 立法者本來就是遵循相關的專家 學者的看法加以明定 解決大法官 在740的解釋為決定標準 不清楚的一個問題 能夠透過這一次的修法 可以能夠獲得解決 勞工關係本來就是建立在從屬性的認定上 不管是從人格上的從屬性 或經濟上的從屬性 或者組織上的從屬性 皆是雇主對勞工指揮監督之下 所衍生出來的從屬關係 在8月後 如果數字根本來會有判斷 為職工指揮監督之下 如果把職工指揮監督之下 非常多賠儷 不高的職工指揮監督之下 謝謝 好 謝謝中委員 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三案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社會福利經關線環境委員會於108年4月22日 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會議由劉召集委員建國擔任主席 邀請提案委員列席說明修法要制 令勞動部部長許明春等應邀列席備詢 與會員於聽取說明集詢 然後 全其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緘密討論 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交換音階後達成公式 將全案審查完聚 原今決議並按領據審查報告提報 約會討論 本案與院會進行暗渡前不需交黨團結聲 約會討論本案時有劉召集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劉委員建國補充說明 好 無補充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 服役本案今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職業安全衛生法 請宣讀第三條 本法首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委勞動部 在直銷市為直銷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有關衛生事項中央主管機關 應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宣讀完畢 第三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六條 第六條 僱主隊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衛生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以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智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發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餘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濟、化學品和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震動或異常激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蒸飾、儀器、監飾、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疫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接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為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衛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雇主隊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制安全衛生措施 一、從附近作業等觸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 負荷促進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之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為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制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宣讀而畢 第六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三條 奔發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委勞動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有關衛生事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辦理 第六條 雇主對項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智能引起之危害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發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至於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其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和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震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十、防止廢氣、廢疫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十一、防止水患、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止等引起之危害 雇主對項鍊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一、重複性作業等觸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觸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 由中央主管及關定之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由無文字修正 無文字修正決議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我們請留委員建國 謝謝院長 本院各位同仁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有關於防水災、防火災、防高壓氣體、防崩塌性作業場所等等所引起之傷害 必須要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唯一 唯因強風所引起的危害 則是尚無相同之規定 考量颱風不僅可能帶來大雨導致水患成災 亦可能帶來強度極大之瞬間強風造成樹木車輛倒塌、招牌掉落 建築物外之固定物體飛落等危機周遭人員之險象發生 對於颱風天外勤工作者 有必要可與雇主應提供必要之防護設備或採取其他確保勞工安全措施之責 雖然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條、第286條之規定 雇指使勞工與基因地方政府已宣布停止上班之颱風天從事外勤作業 有危害勞工治癒則因事作業危害性自備適當救生衣安全帽 聯絡通信設備以及它必要之安全防護設施及交通工具 然而避免執法預約母法有必要做此修正並提升至法律未接 基於維護勞工之權益 確保外勤工作者安全 此次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修法最大目的 乃對於風災所可能引起之危害防護責任 雇主必須對此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本次修法在這邊特別感謝勞動部許部長 還有我們職安署的州署長 勞安署的劉所長 還有我們眾口招委員及衛環所有的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支持強化外勤工作者之安全 我們會再接再厲努力為勞工確保職業安全的環境 謝謝大家 謝謝李委員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四案 離島建設條例第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於108年4月11日舉行全民委員會議宣查本案 由政經委員賴瑞瑞隆擔任主席 會從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美琳提出說明 並答覆委員質詢 另邀請經濟部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備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提詢當後 對妨安進行審查及準密討論 並審查完聚擬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本案是由經濟委員會 召集委員賴瑞隆隆補充說明 宣讀外畢 請召集委員賴瑞隆補補充說明 無補充說明 本案今審查會決議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願會有意 無意本案今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離島建設條例 請宣讀第十條之一 為促進離島之觀光 在澎湖金門馬祖綠島 蘭嶼及琉球地區設置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者 應經當地縣市主管機關制統一後 向海關申請登記 經營銷售貨物與旅客公西處離島地區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淨儲公銷售之貨物 應以關稅法規定辦理保稅淨儲保稅倉庫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銷售貨物 營業稅稅率為零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自國外貨保稅區 淨儲公銷售之貨物 在一定金額或數量範圍內 銷售於旅客並由其隨身吸出離島地區者 免徵關稅貨物稅研究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自國外淨儲公展示成列 及銷售於旅客之保稅貨物 除藥品及醫療器材外 得免為中文標示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淨儲公銷售國內產製之貨物 在一定金額或數量範圍內 銷售於旅客 並由其隨身吸出離島地區者 免徵貨物稅研究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設置至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單戒與編更 第四項與第六項所定之一定金額或數量 銷售對象通關程序提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 詳之辦法由裁券不定之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違反依前項鎖定辦法有關登記 至申請變更或換發 銷售金額數量或對象 通關程序提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詳之規定者 海關得與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處新台幣6000元以上 三萬元下罰還並得安置處罰 連續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為三個月以上一年下停業處分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項售與旅客之貨物其數量或金額超過第四項及第六項之限額者 應遵關稅法護稅條例 研究稅法加值行及非加值行營業稅法規定 計算稅額由旅客補交關稅貨物稅 研究稅 菸品健康福利捐寄營業稅後 使得西處離島地區 宣讀外幣 第十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願會有意 無意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十條之一 為促進離島之觀光 在澎湖金門、馬祖綠島、蘭宇局、琉球地區 設置離島免稅貨物商店者 應經當地縣市主管機關支 同意後向海關申請登記 經營銷售貨物與旅客 供吸出離島地區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進出供銷售之貨物 應依關稅法規定辦理保稅 進出保稅倉庫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銷售貨物 營業稅稅率為零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自國外或保稅區 進出供銷售之貨物 在一定金額或數量範圍內 銷售於旅客 並由其隨身吸出離島地區者 免徵關稅貨物稅 營酒稅及燕品健康福利捐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自國外進出供展示成列 及銷售於旅客之保稅貨物 除藥品及醫療記載外 得免為中文標示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進出供銷售國內產自之貨物 在一定金額或數量範圍內 銷售於旅客 並由其隨身吸出離島地區者 免徵貨物稅 燕酒稅及燕品健康福利捐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設置之資格條件 申請程序 登記與變更 第四項與第六項 鎖定之一定金額或數量 銷售對象通關程序 提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違反依前項鎖定辦法 有關登記之申請變更或換發 銷售金額數量或對象 通關程序 提貨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 海關得以警告並限期改正 或儲新臺幣6000元以上 3萬元下罰還並得暗次處罰 連續處罰三次人未完全改正者 得為三個月以上一年下停業處分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 銷售與旅客之貨物 其數量或金額超過第四項 及第六項之限額者 因依關稅法、貨物稅條例、燕酒稅法 加者型及非加者型營業稅法規定 計算稅額由旅客補交關稅、貨物稅、燕酒稅、燕品 健康福利捐集營業稅後 使得吸出離島地區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與宣讀完畢 請問願會有文字修正 無文字修正決議離島建設條例 第十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五案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台灣民主基金會 及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1080度預算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於108年3月21日 4月17日 舉行全體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蔡教級委員士應擔任主席 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思謙等 應邀練習說明備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 宣集進行實質審查及整密討論 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與交換議 接候達成公式 將本案審查完聚 原今決議 外交部主管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及財團法人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108年度預算書案審查完聚 審查結果停報院會 院會進行二度前 不需加油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蔡教級委員士應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蔡委員 適應補充說明 無補充說明 本案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本案審查會意見處理 請宣讀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108年度預算書 以工作進化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收支部分 1.收入總額帳列 2.支出總額 改例為14億6684萬8千元 3.本集團處 改例為8816萬4千元 3.固定資產投資部分 改例為293萬元 4.轉投資進化部分帳列 5.通過決議12項 宣讀完畢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造審查會意見通過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108年度預算書 以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 應依據業務收支支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收支部分 1.收入總額照列 2.支出總額改例為1億4千190萬元 3.本期剩餘改例為160萬元 3.固定資產投資部分照列 4.通過決議12項 宣讀完畢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造審查會意見通過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108年度預算書 以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 1.依據業務收支支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2.收支部分 1.收入總額照列 2.支出總額改例為1,454萬2千元 3.本期剩餘改例為17萬4千元 3.通過決議3項 宣讀完畢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造審查會意見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體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108年度預算書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108年度預算書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 108年度預算書 宣讀完畢 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決議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 以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108年度預算案 照審查報告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第六案 會指暫時受填證 受填憑據處理條例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月外交集國防委員會 於108年4月18日召開全庭委員會議 由蔡召集委員 是應擔任主席審查本案 會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制 並請主管警官國防部報告 另請衛生福利部等相關警官派員 練習備詢 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尋答後 對本案進行審查 經緻討論將全案審查完遣 審查結果同意予以廢製 全案審查完遣原決議 擬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院會審議前 不需交友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 由蔡召集委員適應補充說明 宣讀外畢 請召集委員 蔡委員適應補充說明 無補充說明 本案進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意 無意本案進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做以下決議 暫時授填憑據處理條例 予以會旨 報院會 均與黨團共識 本日會議所有有共識的部分 均已處理完畢 那麼 待需協商的部分 我們 在4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9時 請各黨團幹部 自議場三樓 進行後續議案之協商 本日會議 進行到此為止 現在休息 審查報告 根本辨會 儘量 臨 不會 每天 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